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次又要來玩新消耗槍火M 遊戲中有很多活動跟副本可以玩 大多數都是可以直接開著自動戰鬥打到底的 但是其中有一個不建議星球開自動打 那就是風雲路的《浮危往事》 這個副本是48等到64的之間會接觸的 雖然戰力推薦只需要33000 但是如果你開著自動戰鬥的話 可能戰力需要50000甚至60000以上才能輕鬆的打 那今天就是來給新手講解一下這個副本的打法 開場會有一小段的說書人講故事 那接著進場之後先打清晨二師兄跟一些雜魚小兵 清晨二師兄只有一招散行範圍的攻擊 打死二師兄之後會出一波小兵 然後往旁邊的輕功點跳上去追紅十萬 武師人的紅十萬對於新手來說可能會有一點點的痛 但要注意的技能只有一招 他會在身體中圍揮舞大刀 圓形範圍的擊飛效果 建議新手看到範圍出現之後先閃到外面等一下 技能揮完之後再貼上繼續打 那如果你傷害不夠的話就多閃幾次技能就可以了 接著再到旁邊的輕功點跳到下一個區域 那這邊需要打四波雜兵小怪 那剛好四波小兵都足夠把你絕學的怒氣累積到滿 那存著絕學不要放 後面打王需要 打完之後呢就是迎接初期最麻煩的王 長青子 長青子的傷害在初期算是比較高的 加上他比較複雜的技能攻擊 那新手建議手動閃躲技能 長青子主要有幾個攻擊方式 第一個是以長青子為中心的催心掌 催心掌會造成圓形範圍的高額傷害 並且浮空效果 那閃躲方式相當簡單 你只要拉開距離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變紅眼的 曲洛陽 長青子會先跳到場地的中間 然後出現一個紅點在頭上 這時候會連續釋放四道緩慢的移動劍器 那只有第一道劍器會有範圍提示 那之後的三道劍器都是隨機攻擊的 那閃躲方式呢是不斷的繞著長青子移動 劍器只要發出去之後呢 就會只會朝著原來的方向前進 第三個是隨時都可能放的松風劍法 松風劍法的傷害不算高 但是釋放速度快範圍大 新手如果防禦不夠的話記得往兩側 第四個是變白臉的古城繪 長青子會召喚出三個巨大的白色面具 並且躲在其中一個面具中 一開始會有一個箭頭提示長青子躲在哪裡 那面具開始交換位置之後提示就會消失 停下之後需要打破正確的面具 長青子才會出現 如果你打破錯誤的面具會爆炸造成範圍暈眩 新手如果傷害不夠也沒關係 沒時間到長青子會自己出現的 第五個是變青臉的青龍關 這也是長青子最痛、最麻煩的技能 長青子會跳到場地的最底部 並且召喚出三個大型青色臉譜 臉譜會朝著場地的另一邊直線前進 臉譜會造成高額的傷害跟擊退效果 在場地的邊緣會造成大爆炸 總共會發射三波的攻擊 閃躲方式就是找臉譜中間的空隙 通常就是在長青子的左邊或是右邊而已 如果你來不及走到中間就直接往外面跑也是可以的 打長青子其實難度不高 你只要手動閃躲技能 慢慢的磨也是可以通關的 那你除了雙風劍法跟白臉古城會 那其他技能我建議新手都是閃掉比較好 那這樣打起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個讚跟訂閱頻道 有什麼想問的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